大家好,欢迎来到郑宝会计网校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三节 第三节是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 我们行政强制有两类 一个叫强制措施 它是暂时的 比如说查封,扣牙,冻结 而这一节学的叫强制执行 强制执行 就是我们说的画博,拍卖 还有我们什么,还有其他一些措施 比如说家储罚款,治哪期 那我们下面来看看强制执行 它的一些实施主体 首先第一个问题 一般规定三个性的考虑 那我们首先学习第一个问题 就是强制执行它的实施主体 哪一个机关有权实施强制执行呢 我们也是通过比较 把行政处罚 行政许可,强制的措施 还有强制的执行 这四个的实施主体 我们来进行比较 那首先来看行政机关 行政机关有没有权实施 这四类行政行为呢 第一个,处罚 具有处罚权的行政机关 可以实施行政处罚 具有许可权的行政机关 可以实施行政许可 那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 可以实施强制措施 最后呢 具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 有权实强执行 那也说明行政机关 是可以实施这四类行政行为的 第二类是被授权的组织 那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 可以实施行政处罚 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也可以实施行政许可 而法律呢 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 可以实施强制措施 法律呢 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 可以实施强制执行 说明这个被授权组织 是谁授权可以实施强制措施 和强制执行呢 是法律 什么法规 要加个关键词 行政法规 那就是他们呢 是可以实施强制的 这个措施和执行的 那就说明不包括什么 地方性法规 我们前面就说过 地方性法规是不能碰强制的 最后被委托的一个组织和机关 可不可以呢 那被委托的组织机关 可以实施处罚 可以实施许可 但注意 不得呢 委托给别人做强制措施 不得呢 委托给组织呢 做强制执行 说明被委托的组织和机关 不得实施强制措施 也不得实施强制执行 这两个不得 绝对要作为重点掌握 这是关于啊 这个行政强制 它的实施主体 再往下 行政强制执行呢 一般程序 那我们再进行拍卖呀 画博呀 甚至呢 这个 加储罚款 正大间 在做这些强制执行之前 第一步呢 先去催告当审 叫催告前置 行政机关呢 在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前 要事先催告 这个当审去履行义务 那催告以什么形式催告呢 以书面形式 书面形式的催告书来进行催告 那书面形式催告书 要想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履行义务的期限和方式 什么时候履行 用什么方式履行 第二个呢 就是涉及金钱给付的 那还要明确什么 明确金钱的金额 包括给付的方式 他的金额以及给付方式 第三个呢 就是当事人依法向的 陈述权生变权 那么总结一下 就是陈述权生变权 权的问题 用什么方式履行 什么期限履行 履行多少钱 所以简称叫权式现金 哎呀妈呀 下面权都是钱呀 权式现金 是我们催告书包括的内容 权的问题 方式的问题 期限的问题 金额的问题 就是催告 尤其要注意这个书面催告书 那还有当事人有什么权 两个权 陈述权 陈述权 那当事人收到催告书后 有权进行陈述神变 而我们行政机关呢 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什么意见 而且有笔录 听意见 有记录 那还一个问题呢 就是强制执行的决定 那强制执行决定 第一步 首先我们刚才说过 要催告当事人 如果催告之后 当事人逾期呢 还不履行 那这个时候 又没有什么正当的理由 那行政机关呢 就可以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 说明 先催告你 你还不进行缴税 还不缴罚款 还不履行该履行的义务 那怎么办 那我就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 另外呢 在催告期间 有证据证明 这个当事人他转移 或者隐移财产 有这种迹象的 那怎么办呢 行政机关可以立即强制执行 立即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 说明一般情况下 先催告给你个期限 你不执行 我才强制执行 那如果是你转移财产 引力财产呢 我可以立即做出强制执行的决定 另外强制执行的决定书上 要写什么呢 我决定强制抄大家 是吧 这个决定书上要写什么东西呢 写这几项东西 当事的姓名名称和地址 我到底抄谁家 才强制执行的理由和依据 第三强制执行的方式和时间 第四个 如果我不服 他抄我家 我认为抄错了 我可以去告政府 那就行政复义 行政诉讼 他的途径 他的期限 最后呢 就是哪个机关来去强制 也就是强制的机关 他的名称 他的印章和日期 总结一下就是 哪个机关来强制 对谁强制 强制的理由 强制的方式 强制的时间 包括如何申请付业和诉讼 这是关于强制决定书 另外呢 前期要有催告书 是吧 催告了你还不干 那我们做出强制的决定书 催告书和决定书 都要直接呢 送打给当事 直接送给你 这是关于强制执行的决定 再往下 在强制执行的时候 一个叫终止抄家 终止执行 还有一个叫终结执行 那终止执行 来看一下 终止的情形消失后 恢复执行 说明终止执行是暂停 终结执行就是不抄家了 什么原因 终止抄家呢 当事人旅行 行政决定 确有困难 说明比较穷 或者暂时呢 没有旅行能力 或者他参集了 没有能力旅行 第二件事呢 是第三 对这个执行的标的啊 主张权利 而且是有理由的 说明我们强制准备 拍卖他的车 结果突然有人说 这个车不是这个当事呢 是别人的 那我们就要等一等了 第三个原因呢 执行呢 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而且呢 我们终止呢 是不会损下功力的啊 那有这么几个理由 我们就暂停 那对于没有明显的社会危害 而且确实没有能力旅行 那就终止了 那终止如果三年都没有恢复的 那就不再执行了 说明终止等三年 也有可能不执行 那我们来看终止执行的理由 有这几个 第三人提出了主张的 这个人没有能力 或者是有困难 或者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简称叫三无难事 无车 无房 和无老婆 是吧 没有家 三无难事 我们网校呢 专门重视这个三无难事 是吧 三无难事 第三人没有能力 有困难 还有就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叫三无难事 叫终止执行 终结执行就是彻底不吵架了 什么原因就不执行了 这个公民他死了 而且没有遗产 而且也没有义务成人 说明他死了 没有钱 而且也没有人愿意帮他还钱 第二个呢 是这个法人或者这个组织 他死了 终止了 而且没有钱 也没有人愿意帮他还钱 那说明自然而死了 或者单位死了 而且没有钱 没人愿意帮他还钱 第三个呢 是执行的标底蔑视了 这个物品没了 本来要抄大家呢 就一辆车 车没了 第四个是 据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了 准备去抄大家呢 结果呢 决定书被撤掉了 说明这个决定是违法的 总结一下就是死亡了 被撤销了 终止了 标底物蔑视了 简称叫网孝重视 网孝很重视什么人 三无难事 叫三无难事 网孝重视 网是死亡 消是撤销 中是终止 是呢 是消失 标底物消失了 三无难事 终止执行 网孝重视 终结执行 再往下 常常执行的一些特殊的程序 执行的和解程序 那允许呢 我们官和民和解 在不损害呢 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 行政机关呢 可以与当审 达成的执行协议 说明是可以和解的 约定怎么办呢 分阶段来履行 当审如果采取了补救措施了 说明改协规定了 可以减免什么呢 减免家储的罚款和支纳金 这样只是减免家储的金额 而罚款税款 行政性收费 这些本金是不能减免的 只能减免家储的钱 不能减免本金 另外呢 当审如果不履行这个执行协议的 那就恢复强执行 说明官和民可以和解 改协规定 减免你的家储的钱 但是如果呢 这个你 没有履行这个协议的 那就恢复执行 一定记住 减免的是家储的钱 不减免本金 执行和解 下面文明执行 文明执行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政府啊 你在抄家的时候 要文明抄家 不能什么不文明 要拆迁领域 像鬼子进村一眼 到人家之后 不说是谁 把人家房子拆掉了 或者抓计划生育的早期 半夜跑人家 法定节日跑人家 去抄家家不合适 有文明执行 什么时候不能去 夜里不能去 法令节假日不能去 年三岁跑人家去抄家 不合适 但是呢 情况紧急出来 说明是相对禁止 不是绝对的 第二种呢 就是不得对居民的生活 才用什么 停水 停电 停热 停气 说你不 不履行 我政府的决定 你不交钱 是吧 我把水电器 全给你停了 我让你回到原始社会去 法律说 不能这样干 这是不文明强制 但是对居民 不能这样干 对企业 可不可以这样干呢 可以 一个企业 你不交税 那我可以 停水 停电 说明对居民不行 对企业是可以的 另外夜间 法定结架是不行 但情况紧急出来 要文明吵架 还有呢 强制拆除 强制拆除 针对的是什么 对违法的建筑 违建 违法的建筑构筑 以及设施 需要强拆的 那怎么办呢 应当由行政机关先公告 限期让他自己拆 如果当时呢 你不复议 也不诉讼 你又不拆 那我政府就可以强拆 就可以强拆 说明政府不能说 直接拆掉 要先让他自己拆 他不服议 不诉讼 不拆 你才能强拆 那我们下面来看几个题目 2020年的单选题 下列呢 有关行政强制执行的说法 正确是 爱说 行政机关呢 做出强的执行决定前 应当事先输灭 或者口头形式 催高当事与行 只能怎么行事 只能输灭 不能采用口头形式 口头是违法的 B呢 据执行的行政决定呢 被撤销了 那行政机关应呢 终止执行了 撤销了 决定书没了 那怎么办 终结执行 这不是终止的理由 是终结的理由 C呢 行政强的执行 一律呢 不得在夜间 或者法令结架的实施 可不可以在夜间呢 情况紧急出来 一律不得呢 话说的太绝对 最后呢 再强制执行阶段 罚款的本金 还呢 税款的本金 不适用于呢 和解中的减免规定 是的 我们减免 只能减免什么 家储的钱 而本金不能减免 所以只有D这项 表述正确 只能减免家储的 不能减免本金 那I错在什么 我们一定要采用 书面性的催高 所以I是错的 另外呢 执行的决定被撤销了 我们是终结执行 不是终止 所以终止讲错了 另外呢 还有就是 不能夜间法令结架日序 但是一定注意 是有例外的 情况紧急出来 另外只能减免什么 家储的钱 不能减免本金 答案选的是D 再看2017年的单选期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下列关于行政强制执行 实施的说法 正确是 又是强制执行 爱说 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是行政机关 不可以与当事 达成执行协议 可不可以达成执行协议呢 是可以的 不可以就错了 B呢 做出行政强制执行决定前 行政机关 无需事先催稿当事 要不要事先催稿 要以书面形式 而且发个催稿书 C呢 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 可以适用于执行和解程序 可不可以和解 可以和解 所以C是对的 B呢 行政强制执行 不可以由法律行政法规 授权的组织实施 可不可以由法律法规 授权组织 是可以的 不可以讲错了 答案选的是C这项 对的 是吧 那其他几个都讲错了 那就实施强制的时候 我们呢 是可以达成执行协议的 另外呢 在执行之前 应当是先催告的 另外法律行政法 为授权的组织 是可以呢 实施强制执行的 再看16年的多选期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下列摄像中 属于催告书要在里面的东西 催告书要写什么 权是现金 权是你有什么权 陈述权是面前 是呢 是履行的方式 限是期限 金是金额 所以只能选谁呢 币和地 全是现金 二说 当事人申请行政服役 或提起行政诉讼的 途径和期限 这是我们强制决定书面的东西 不是催告书的东西 所以呢 当事人拖延旅行 或者拒绝旅行 所应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 即呢 行政机关依法可以采取的 具体补救措施 这个呢 也不是没有这个说法 最后呢 强制执行的方式和开始时间 这是我们强制执行的决定书的东西 它不是催告书的东西 所以催告书和决定书不一样 催告书我们是四个要求 叫权是现金 所以答案选的是币和地 权那就是嘛 你有陈述权 身边权 是呢 那就是旅行的方式 限呢 那就是期限 金呢 是金额 所以叫权是现金 催告书的东西 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的固定 下列关于行政强制执行的说法 正确的是 爱说行政机关呢 不得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采用停水 还呢 停电停热停记 迫使对方旅行行政决定 那么不得对谁实施 不得对公民 但对法人和其他组织 法律没有禁止 是可以实施清水停电的 所以A就讲错了 B呢 执行协议可以约定分期 分阶段旅行 没问题 当上采用补救措施的 应当减免呢 加储罚款和试纳金 是应当减免 还是可以减免呢 是可以减免 不是应当 话说的太绝对 C呢 对于违法的建筑 构筑设施等 需要呢 强制拆除的 经呢 行政机关予以公告 并限期呢 当事人自行拆除 当事人在法令期限内 不申请服役 或者提起行政诉诉 又不拆除的 那行政机关 可以依法强拆 是的 那先让你自己拆 你不拆 我才强拆 最后一个就是 行政机关 一律不得在夜间 或者法令节假日 实施行政抢击 又错了 这俩子一律 是吧 情况紧急出来 紧急是可以的 所以只有哪一个表述正确 只有C 其他都错了 答案选的是C A这项 不得对居民 采用提论提议 是吧 非居民 企业是可以的 另外采用补救措施的 可以减免的家储的钱 不是应当减免 另外夜间 一般不能去强制 但是紧急情况是出外的 所以只能选C 再看第二个考虑 叫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 金钱给付义务 比如说家储罚款支付金 划拨你的存款 这都属于什么 金钱给付义务 那首先第一个 家储罚款支付金 那一看就是针对的是罚款 你不交 税你不交 那我就加储罚款 加储是哪进 那什么时候要加储呢 它的税用条件 是行政机关呢 依法做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 就是让你交罚款 让你缴税 当时呢 逾期如果不缴 那你不缴 我就加储 但家储的钱不能超过呢 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 比如说欠税 欠了十万块钱 你家储结果加了一百万 行不行 不行 那就说明家储的钱 不能超过本金 不能超过本金 那家储的时候 要不要告诉当事人呢 要告诉 要告诉当事人家储的标准 那就每天加多钱 是吧 要告诉当事人 如果因为追求罚款 或者缺一口质纳金 他的收益 而故意不告知的 而是当事人 遭受了不合理的损失的 那这个家储呢 是无效的 那就说明 要认定这个家储无效 说明家储的标准 是要告诉当事人的 另外什么时候 可以直接执行的 那就家储罚款质纳金 超过多少天 三十天了 经过催告呢 仍然不交钱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直接 强制执行了 那就是如果这个政府呢 机关具有强制执行权 那就可以自己 强制执行 如果没有执行权呢 可以找法院帮你 强制执行 就说明家储多长时间 家储三十天 每天再涨钱 每天再涨钱 过了三十天 你还不什么 你还不给钱 那我就可以直接 强制执行 给了多长时间 三十天 家储罚款质纳金 那有几个要求 我们要知道 那他针对的是 金钱给付义务 另外还一个 不能超过本金 要告知 一般呢 超过三十天 我就可以什么 强制执行了 那还一个就是 划拨存款 汇款 直接把钱划走了 那首先 什么时候要划 那是由法律规定的 行政机关呢 来决定 并且收免通知 金融机构 也说明 谁有权实施划拨 决定要划拨这个 当省的钱呢 那有法律规定的 行政机关 是谁规定的 是法律规定的 不包括法规 法律规定机关 来决定什么 划拨 而且收免通知银行 那么银行接到通知后 要立即划拨 而法律规定 以外的行政机关 或者组织要求划拨的 那银行是有权拒绝的 说明只有 谁有权决定划拨呢 是法律规定的行政机关 另外呢 划了钱之后呢 这个所得的款项 那就上缴国库 或者怎么办 划入我们的财政账户 不得呢 接流另外四分 或者变相四分 这都是法律禁止的 那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多选题 下列关于家储罚款的说法 正确是 而且说 稽查局 家储罚款属于行政强制措施 家储是属于什么 它不是措施 它是强制执行 是吧 强制执行 B呢 是税务局家储罚款 属于行政处罚 有错了 它是强制执行 不是处罚 罚款是处罚 是吧 所以呢 税务局家储罚款 属于强制执行 是的 措施是我们顺口流 叫洞口献查 叫措施 冻结呀 扣押呀 是吧 限制自由呀 查封呀 剩下的都属于强制执行 D呢 税查局可以在不损害公共利 和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 与相对人呢 达成执行协议 可以的 那相对人采用了补救措施的 可以减免了家储的罚款 是的 可以减免家储的钱 但不能减免本金 最后呢 税查局家储罚款 不得超过罚款的数额 是的 那你家储的钱 不能超过罚款的本金 所以哪几个表述对的 C第一 这三个表述都正确 那就家储罚款 它属于强制的执行 不是强制的措施 选的是C第一 再看第三个考点 叫代旅行 代旅行是一颗星 说明考的不多 什么时候用到代旅行呢 比如说 我让你什么 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 比如说这是一个违法的建筑 让你什么 把它拆掉 恢复原状 或者是呢 你一个施工单位 你在马路上搞了一堆建筑垃圾 那我要求你限期把它弄走 排除妨碍 结果呢 你这个什么 你这个单位就不干 那我政府要求你 干你不做 怎么办 那我可以找别人做 这就代旅行 代旅行呢 指的是行政机关 依法要求当省旅行 排除妨碍呀 恢复原状等 义务的行政决定 结果让你去把他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 结果呢 逾期呢 你不干 那催告后仍然不做 那其后果呢 已经或者将要危害到什么 交通安全了 或者造成了环境污染了 甚至呢 破坏了自然资源了 那这个时候 你不做 我就找便做 他主要针对的是什么 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 而不包括什么 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 比如说罚款呀 缴税呀 那这些决定 我们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家储罚款 家储制纳金 划拨 我们用的是这个强制的执行 金钱用的是这种方式 而非金钱用的是带旅行 实施的主体 谁有权帮我们的当省来旅行呢 行政机关说 我可以帮你旅行 或者我委托一个呢 没有那些关系的第三人帮你干 让你干 你不干 我帮你干 那这个干活要花钱 这个费用谁出 费用呢 按照成本合理来确定 由当事人来承担 由你什么 要干活的当事人去承担 法律呢 利用不定出来 那也说明 由当事人你来承担这个费用 因为呢 不得采用暴力胁迫的手段 来去强制代理行 我让你干 你不干 是吧 我拿个枪鼻子你干 是不是啊 那这是法律禁止的 这是关于代理行 他针对的是 排除法案恢复原刀 可以用代理行 不适合金钱给付的义务 那么行政机关可以代理行 找利害关系 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来代理行 也行 费用谁出 当事人出 那下面代理行的程序 第一个要求 在代理行前 要送哪一个决定书 那就是让你做 你赶紧要做啊 你不做 我找别人做了 代理行的决定书里面要写上什么呢 要在明当事的姓名 名称和地址 替谁代理行 要呢 代理行的理由和依据 代理行的方式 时间 标的 以及费用的预算 包括代理行人是谁 是吧 谁来代理行 替谁旅行 旅行什么事情 什么时候旅行 是吧 另外呢 代理行三日前 是吧 代理行三日前 我先催告当事人 你赶紧旅行 如果当事人旅行了 那就停止代理行了 但是如果出现以下这个原因 就不需要催告 立即呢 代理行 什么原因可以 无需催告 立即代理行 那就是 需要呢 立即清除道路 河道 航道 或者公共场所的 遗撒物 障碍物 或者污染物的 需要立即进行清除的 当事呢 又不能清除的 那行政机关 可以立即实施代理行 立即代理行 当事人如果不在场的 那行政机关呢 应当呢 事后呢 立即通知当事 那就说明 这种情况下 那就不需要告知你 直接呢 不需要催告 立即代理行 说明情况比较紧急 第三个 代旅行的时候 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 应当派人到现场监督 是吧 我政府要派人现场监督 看看怎么旅行的 另外旅行完毕了之后呢 我们行政机关 要到场监督的工作人员 包括代旅行人 包括当事人 或者见证人 你们要在上面签字 要在这个执行文书上 要签字和改当 大概有这几步 没有旅行前 先做一个决定书 是吧 然后呢 代旅行三日前 先催告你 个别呢 可以直接代旅行 因为呢 代旅行的时候 政府要派人到现场监督 旅行完了之后 大家要在执行书上签个字 那就是代旅行的这个过程 下面做个多选题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代旅行应当遵循的规则是 遵循什么规则 爱说代旅行前 应当呢 送达代旅行决定书 要不要送达决定书 也要送达 必在向实施代旅行 应事先呢 经过公正机关 公正或者有关机构鉴定 有没有这个要求 没有 最再向代旅行的费用 由行政机关承担 谁来承担 当事人承担 你该干的活不干 那我们帮你做 那你当事人要承担费用 第一呢 行政机关必须自行代旅行 不得委托第三个代旅行 可不可以委托第三 可以的 没说不能委托第三 所以呢 这个表述错误 最后代旅行时 做出决定的行政机关 应当派员现场监督 是的 你政府要派人参加 代旅行前呢 要做个决定书 另外呢 费用由当事人承担 另外政府可以自己代旅行 也可以委托呢 没有厉害关系的第三代旅行 所以选的是谁 A和E B在下呢 说经过公正呀 说经过公正呀 建订没有这个说法 C在下呢 费用呢 要按成本来合理确定 有谁承担 当事人承担 另外还有呢 就是代旅行 可以有行政机关代旅行 也可以呢 委托没有厉害关系的第三代旅行 选的是谁 A和E 再看下面一个单选期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 关于代旅行的说法 证据的是 A说行政机关可以代旅行 但不得采用暴力胁迫 或者其他非法手段 是的 且不可以委托第三人 能不能委托第三人呢 是可以的 但是要是没有厉害关系 所以呢 A呢 这个尾巴讲错了 B呢 代旅行 主要适用于行政机关 依法做出 要求当事人旅行 给付金钱 或者财务义务的 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恢复原状呀 是吧 排除访案呀 金钱呢 不使用 金钱我们使用的是什么 使用的是家储罚款 制纳金 包括什么 化钵的问题 代旅行不适合金钱 所以呢 这个就错了 所以呢 代旅行的费用 按照成本来合理确定 由行政机关 代旅行人 以及当事人 共同分担 谁来出这个钱 是当事人出 行政机关 代旅行人不出 法律另有规定出来 是当事人出这个钱 最后 代旅行三日前 行政机关应当 催告当事人来旅行 而且呢 实施代旅行前 行政机关要送达 代旅行决定书 是的 先催告你 而且呢 要送达一个 代旅行决定书 D这一项表述正确 其他都错了 答案选是D A这一项 这个代旅行 它针对的是什么 针对的是 排除妨碍 恢复原状 是吧 不包括什么 不包括我们金钱 另外代旅行呢 可以行政机关自己旅行 也可以找什么 没有那些关系的 第三代旅行 另外代旅行的费用呢 按照成本 由当事人来承担的 所以呢 只有D这一项 讲对了 其他都错了 答案选的是D 我们下面来看考点四 申请呢 人民法院来强制执行 两个先来考点 为什么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呢 那也说明这个行政机关 他只有处罚权 他没有强制权 他没有权强制 所以只能找法院帮他强制 那我们来看 他的适用条件 当事呢 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行政服役 也不提起行政诉讼 说明你对政府的处罚 没有意义 当然 又不履行政府的决定 怎么办 没有呢 行政强制执行权 说明这个政府呢 只有权处罚 没有权强制执行 这样的行政机关 可以呢 自这个旅行期限 届满至期 三个月内 去申请法院来强制行 说明是 没有强制权的政府机关 三个月内 找法院帮他强制 说明政府和法院 是一对好兄弟 那就经常互相帮忙 比如说我们下面这个例子 税务呢 行政处罚决定 由呢 税务局 税务局下面有个 税查局 是吧 向呢 所在地 由管辖权的法院 去申请强制执行 说明税务行政处罚 那就是税查局 找法院帮他去执行 不要呢 征收行政决定 比如说政府呢 要征收你的房子 那征收行政决定 由做出房屋 征收决定的 市 或者县 它的政府 申请法院去强制 说明征收这个事 也是由我们的 法院帮政府 来去进行强制的 而税收的行政处罚 也是我们法院 去帮政府强制的 另外呢 管辖的法院 我们到底找哪个法院呢 说强制执行前 要先催搞当事 如果十天内呢 仍然没有履行的 十天后还不履行 那行政机关呢 可以像什么 叫所在地 你这个政府所在地 是吧 所在地的 由管辖权的法院 去申请强制 那就找你自己呢 政府所在地的法院 去帮你去强制 如果执行的对象 是不动产的 比如说这房子 那就向不动产 所在地的 由管辖权的法院 去申请强制 所以我们一般呢 就找你这个 政府所在地的法院 如果呢 假如说不动产 那么就找不动产 所在地的法院 这是哪一个法院 来去帮政府去强制的 那下面还有 我们向法院申请强制 那要提交一些申请材料 交什么材料呢 行政机关向法院 申请强制 要提供以下这几个材料 第一个申请书 你要向法院提个申请书 第二个呢 就是行政决定书 政府做的决定书 以及呢 做出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 第二条 第三条呢 就是当事人他的意见 包括呢 催告的情况 还有呢 这个标题的情况 什么样子 是吧 最后法律行政法 规定的其他材料 主要是四类材料 那申请材料具备了 那我们法院就要受理了 法院收到申请后呢 五日内要受理 那什么时候法院不受理呢 他如果法院做出了不予受理的 那我们认为法院该受理 他居然没受理 那行政机关呢 可以在15天内 向上级法院申请复役 上级法院呢 收到申请后 15天内要做出 是否受理的裁定 那就是法院五天内要决定 是否受理 如果不受理 你15天到上级 上级呢 15天给你个说法 这是关于受理的问题 下面审查 那法院受理了之后 那要做书面审查 审这个材料 如果认为呢 符合规定的 而且呢 行政决定是具备呢 法定执行效率的 有政府的决定呢 是可以呢 进行强调执行的 那法院呢 受理后 7天内做出执行的裁定 7天内决定呢 帮你去吵架 另外呢 如果情况紧急的 为了保障呢 公共安全 可以申请法院呢 立即执行 一般是7天内做裁定 情况紧急的 可以立即执行 经院长批呢 那法院呢 自做出执行裁定后 5天内进行执行 情况紧急的 立即执行 是吧 经院长批呢 我们可以 做出执行裁定后 5天内 法院做强执行 执行的费用 执行费用谁出呢 那行政机关 申请法院 强执行的 是不需要缴纳费用的 不要缴 那不要缴申请费 这个费用谁承担呢 那就强制执行的费用 由被执行人承担 被执行人是谁 那就是民 由我们老百姓承担 是吧 你让你交罚款 你不交罚款 是吧 让你什么 去排除法案 你不排除法案 那我如果 政府呢 我法院来去 强制执行的时候 这个费用由你 被执行人承担 那人民法院呢 如果是以画波 拍卖等方式 强制执行的 那一看就是了 画波当成的钱 拍卖当的财物 那卖了钱之后 可以在画波拍卖后 将强制执行的费用 直接从画波拍卖钱中扣掉 也说明被执行承担费用 甚至可以画波拍卖时候 顺带把这个费用直接给扣掉 这是关于审查的问题 还有呢 执行的费用 下面我们来做个单选题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 以及呢 国有土地上 房屋征收于补偿条例的规定 对呢 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 不申请复议 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 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 又不搬签呢 那怎么办 那正确的执行措施是什么 爱说 有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的 事县人民政府 依法申请法院强制行 是不是 是的 必说有房屋征收实施单位 依法申请法院强制行 错了 由政府去申请 C呢 由房屋征收部门 依法申请法院强制行 也错了 D呢 由房屋所在地的基层法院 直接依职权强制行 不是依职权 是政府提他申请 政府让法院帮他执行 所以A这项表述正确 被征收人在法定的期限内 不负义 不诉讼 在补偿决定规定期限内 又不搬签 那征收决定 由做出房屋征收决定的 什么政府 市县政府 申请法院去执行 所以答案呢 A的表述正确 其他都错了 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根据呢 行政强制法的规定 下列关于呢 行政机关申请法院 强制执行的表述 正确是哪一个 爱说强制执行的费用 由行政机关缴纳 谁来承担 由被执行人 由民来缴纳 B呢 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前 应当书面催告 当成履行义务 要不要书面催告 是需要的 所以说 行政机关申请人 申请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 无需提供呢 关于执行标的的情况材料 要不要提供相应的材料 是需要提供的 最后呢 人民法院依拍卖方式 强制执行的 不可以在拍卖后 将强制执行的费用扣除 可不可以扣除 可以扣除 是吧 直接呢 把这个费用就扣掉了 所以只有B这项 讲的正确 其他都错了 答案全是B A这项 这个强制的费用 一定注意是谁来承担 是被执行人承担 申请强制执行的时候 要提供一下材料 申请书呀 执行的 这个行政决定书 决定的事实 理由和依据 当时那些意见 包括催告的情况 以及执行的标的情况 另外呢 以划拨拍卖方式 强制执行的 划拨拍卖了钱 可以直接把费用给扣掉 所以只有B这项 表示正确 关于这一节呢 我们就讲完了 这一节有以下几个 主要考点 第一个关于强制执行的 一些一般规定 比如说他的实施主题是谁 另外催告的要求 另外呢 陈述生变权的问题 还有强制执行的 决定的问题 还有终止执行 终结执行 执行的和解 以及文明执行 这个强制拆除 这都是我们要重点 刚才重点学习的 另外呢 金钱给付优的执行 比如说加出罚款 加出支纳金 还能划拨存款 汇款 这是金钱给付优的 带旅行呢 他主要是用的什么 排除妨碍呀 恢复原状 他的实施主题 包括他的一些费用 费用有谁承担 肯定由我们的 被执行人承担 另外他的方式和程序的要求 最后呢 如果这个政府没有什么执行权 他可以找法院帮他 申请的条件 包括呢 找哪个法院 申请要交什么材料 包括执行的费用 这是关于呢 这一节强制的执行 那么这一节讲完 也就意味着呢 第四章呢 行政强制全部结束 行政强制 每年预估呢 会考个五分 单选题 多选题都有可能考到 应该说考点还是比较集中的 大家呢 要重脸复习 报警杂呢 全部结束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